各位在线上的同龄,大家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讨论的题目是 不过圣诞节的基督徒 这个主题,一般的朋友们,如果不是本会的信徒 会看到这个题目觉得有点奇怪 有不过圣诞节的基督徒吗? 圣诞节不是里门基督教最重要的日期吗? 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很矛盾 早上有没有说不演奏的音乐家? 或是不比赛的运动员? 好像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事实上,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问题 到底不过圣诞节的基督徒是奇怪? 是异类?还是圣经有别的说法? 今天是圣诞节 全世界除了一些必要的医疗人员 或者紧急的一些所谓的essential workers 都应该在休息 大家今天有一天的假期都应该都待在家里 因为圣诞节或是叫耶诞节 是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的节日 无论你是基督徒,当然会很看重 就算你不是个教徒 一般情况之下也都在庆祝圣诞 今年是比较特别 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社交活动,不能开派对 否则的话,应该大部分人都在很热闹 沉醉在这种节日的气氛 但是有没有基督徒是不守圣诞的呢? 本会,就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就不守圣诞节 在一般人眼中看为是一个异类 很特别 哪有基督徒不守圣诞呢? 所以今天我们从历史,从圣经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 所谓的圣诞呢 就是有关于耶稣出生的这件事情的节日 圣经有记载耶稣出生的这件事 但是在圣经上没有记载 主耶稣出生的那一天是哪里? The Bible does not record specifically which day Jesus Christ was born 没有记载哪一天 我们看路加二章八到十节 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节 请读 主耶稣说降生在世间的那个晚上 让天使显现给牧羊人看见 报告他们这个重要的大喜的信息 那时候在伯利恒 这是耶稣出生的那个地点 在野地里面 有牧羊人夜间按着耕吃在户外 在户外来放羊 看羊 那如果要推断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晚上 到底是什么的月份 那肯定那个时候的户外不会太冷 不然人跟动物都会受不了 下一个图我们再找出来 现代伯利恒的一年平均的温度 我们知道伯利恒是在北半球 那它的温差 夏天跟冬天还差蛮远的 那如果按照现在的一般人 庆祖圣诞节 这个十二月二十五号来计算的话 平均夜间的温度 伯利恒大概就只有七度左右 有时候会下雨 有时候还会下雨 所以跟温哥华 我们这边温哥华的气候 冬天很像 晚上绝对不会 冬天又下雨又冷 绝对不会是一个放羊 或是在户外生活的一个时间 但是圣经就没有讲到底是哪一个月份 那如果要够暖的话 你看这个图 大概应该会在春天啊 夏天啊 都有可能 秋天啊 都有可能 但是应该不会在最冷的月份 十二月 但是很奇怪 这个圣经什么都记载 耶稣的一生很多都记载 但是就没有记载 祂是哪一天出生 这是很沉默 我们知道圣经不记载的东西 就是不想人家知道的意思 当然耶稣降生是一件大事 但是主耶稣基督啊 门徒啊 他们都没有特别丰富说 要为这件事情来庆祝个什么 这个在保罗啊 彼得啊 他们那一代就没有这种做法 最近我们教会在读使徒行传 我们看使徒时代有很多的做法 很多重要的教训 还有教会的方向都已经断定 这次都没有记载 头三十年 这是使徒教会的历史头三十年 没有记载有 庆祝耶稣生日这回事 好了 那教会进入第二世纪了 这是一百年之后 当时候教会所谓的领袖 这是叫教父 就是当时教会的一些带领者 他们也没有特别记载 有耶稣圣诞或者是庆圣的这些事情 完全没有提 包括有一个教父叫Iranius 大概在祖后一百三十年左右出生 还有另外一位很有名的 叫特徒良 祖后一百六十年出生 都没有提到有什么基督徒在一起吃饭 为了要纪念耶稣 或是首节 纪念耶稣圣日 另外一位有名的教父叫Oregon 非常有名 祖后一百八十四年出生 甚至他说 只有罪人才庆祝生日 其实以前的人 古代的人 几千年前 没有人庆祝生日 他们只是替神来庆祝生日比较多 所以有另外一个神学家 有一个教父叫Anobius 进入祖后两百五十五年 他护教非常有名 他为了维护基督教 那个时候基督教被迫害得很厉害 被罗马政府逼迫 但是他是有名的卫道者 他是写说 只有那些希腊人 罗马人 这些异教的敬拜者 才会为他们的神来庆祝 我们基督教不做这种事情 所以头两百多年 教会里面 无论怎么样 都没有在庆祝生日 虽然那个时候 教会已经慢慢变迟了 但是对于圣诞这个时候 他们还没有去加这个东西 那有人就问了 那十二月二十五号 这一天怎么来的呢 其实今天大部分的人 庆祝圣诞都是在十二月二十五号 那这一天到底怎么来的 其实在没有基督教之前 已经有人在十二月底 来庆祝另外一个日期 他们有一些用来拜偶像 用来敬拜外邦的神 用这一天来敬拜 那这一日他们所庆祝的 所敬拜的 是跟冬至这一天有关 我们怎么叫冬至呢 其实冬至是一个物理的 地球的大自然的现象 冬至就是在一年当中 日光最短的那一天 也是夜间最长的一天 也是太阳从地上看 才最低的 高在那个elevation 最低的一天 我们来看下一个图 就知道为什么 我们以前读书也有读过 为什么有所谓的冬至 因为地球是有倾斜的 二十三点五度 那个时候我们读地理 读科学都读过 地球绕的太阳这样转 转一次就是一年了 所以在北半球的冬至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十二月底 我们知道古代的人 都是耕田的打猎的 整天都在外面 没有电灯 所以太阳一下山 什么做不了 欧洲啊 那种北半球的冬天就很冷 包括我们加拿大也一样 我们的北半球 所以进入秋天 冬天之后 那个日光就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每天短一点 每天短一点 我们都在北半球 加拿大的特别有感受 冬天很难过 因为很晚才天亮 很早就天黑 那到整年 日光最短 黑夜最长的一天 就是冬至 那我们中国人 前几天不是吃了汤云吗 那种汤云 好好吃 中国人冬天 冬至都要吃汤云 几千年前 没有基督教出现之前 早就有人庆祝冬至 因为冬至过后 日光就会慢慢地延长 我们今年的冬至就是在12月21号 过了那天之后 你看这个太阳 日光每天多几分钟 每天多一点 那你就感觉到了 哎呀 有希望了 古代的人看天上 就觉得 哇 这个太阳好像复活了 或者是 这个是记得庆祖的 大自然扶苏的情况 尤其是你在北半球 这种12月底的感觉更明显 如果你住在北极 一天24小时 12月21号的时候 一天24小时都是黑的 没有阳光 冬至之后 每天有一点点阳光 哇 所以古代的人 就觉得这个东西要庆祝啊 所以在没有圣诞之前 下一个图就是 异教图 庆祝一个叫Yu 就是庆祝冬至 拜太阳 这种风暑 那就是 12月25号左右的 这种日期 他们来庆祝这个冬至 他来到罗马人 罗马人当权的时候 控制整个 那个时候他的帝国 罗马人也很为庆祝 这个冬至 他们把它连在一个节日 叫做Saturnalia 就是庆祝一个龙神 龙业的神 他们觉得这个水星 这个Saturn 就是转管这个龙业 他们就是在12月 大概17号左右就开始庆祝 一直庆祝到25号 整个礼拜他们吃啊喝啊 放纵情欲 喝酒 发生性行为 然后呢 他们还交换礼物 这个听起来跟现代圣诞节 大家做得是很像 那么冬至的时候呢 那些人呢 有位把那些冬天的长青树 因为长青树没有枯干 没有丢叶子 那个evergreen tree 放在家里布置 然后庆祝这个冬至 所以其实这些风俗 在基督教出现之前 几千年早就有了 那圣经也有了一种预言 我们看这个 以西节书的第八章十六节 以西节八章十六节 这里在先知以西节 在异象当中看到神的圣殿 神的圣殿应该是拜真神 应该没有偶像才对 这是以西节在异象里面 看到那些在圣殿里面的人 竟然在拜太阳 我们知道太阳也是神所造的 我们应该创造太阳的神 而不是拜太阳 但是当时以西节 看到这个异象 不单只是指当时的情况 是预言以后的所谓的教会 偏差了变职之后 会有很多异教的风俗 在圣殿里面进行 那这个真的是慢慢后来就应验了 好 我们讲讲讲历史 最近我们在读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没有圣诞节的记载 也没有庆祖耶稣生日 我们想想看 如果这个庆祖圣诞 耶稣生日那么重要 使徒一定会教导 一定会去做 在午上今天很多徒弟 师父生日了 一定要替师父这个座说生日 你老师你要讨好他 你要买礼物 你要请他吃饭 老师有这种接待 他也会很高兴 但是使徒没有这样做 好 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那初代的教会也没有这样做 好 那到底第一次 有真正的记载 圣诞节 政治变形叫在12月25号 遵守什么时候呢 这个就要讲讲 罗马王帝 军事坦定的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罗马很多的王帝 他们都很反教的 很反对基督教 所以基督教徒在罗马统治之下 殉道者被迫害得非常多 但是后来有一个王帝 叫军事坦定 他后来不单只是没有反对基督教 他还成为了基督徒 他改变很大 当然这个是很长的历史 也有机会再讲 但是第一次有记载的 就是有记载有人正式首圣诞节 这个是祖后336年 这个应该是跟当时罗马王帝 军事坦定有关 至少他容许基督教这样子的进行这种活动 好 那为什么会容许呢 可能也是有一种政治的关系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的 这个军事坦定他成为了基督教徒之后 他不单只自己信了教 他还把基督教成为罗马整个国教的国教 他希望整个国家的人都信基督 哇 这个是很大的改变 从逼迫基督到全国都要相信基督 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从人的角度来说 这是好事 现在信的人多了 但是从属灵上来说 这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你政治跟宗教混在一起 那就不单准了 再来那么多人信就很复杂了 他强迫 基本上每一个人都要信基督教 好 那他信就信了 但是很多人他本身都是从异教过来的 哇 教会一下子那么多人 怎么样来迎合大家的口味跟需要啊 哇 大家伤透脑筋 教会的人也伤透脑筋 那以前说不可以 以前那些人在拜太阳 在清除这个冬至 那你现在教他们都不可以这样子 他们哪有办法接受 他们这样子做了几百年 几千年啊 所以当时教会的人呢 就有一些所谓的政治的一种看法 他们就觉得说 为了要迎合大家的口味 不如我们把以前的这个冬至的这个庆祝 把它改成为耶稣庆生日好了 把它放在同一天 大家在做同一的事 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 以前拜太阳 做冬至 拜偶像 现在用来拜耶稣 以前呢 交换礼物 狂慌 是因为放中情欲 或者是庆祖这个农业神 现在呢 把它改成 哦 庆祖圣诞啊 派对啊 或者是交换礼物啊 拜耶稣啊 同一天嘛 刚我们就变得同一天了 那把它说 不如把它 耶稣生日好了 反正都是福星起来嘛 所以你不看历史啊 都不知道啊 那么离谱 其实这些历史也不是什么秘密 都在网上找得到 一般的基督教啊 神学家啊 或者是牧师啊 他们都知道这些历史 只是因为过了太久了 这样经过一千八百年 一千七八百年 大家已经很习惯 大家觉得说 这样做也很好啊 有人说了 虽然这个节 它的来源不是很好 但是动机是好的嘛 大家有的放假 也高兴 一家也可以聚餐 替耶稣庆祝生日也让大家知道耶稣降生啊 这个故事不是很好吗 这是人的想法 但是圣经怎么讲 有没有必要替耶稣庆祝生日 如果你真正替耶稣庆祝生日 会把耶稣有一个什么的影响 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 以赛亚九章六节 以赛亚九章六节 这句圣经经节很重要 是预言有一个婴孩 又为我们而生 一般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相信所谓的三位一体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婴孩就是耶稣啊 就是神的儿子啊 但是圣经讲不是三位一体 是独一神观 我们之前讲过了 这个降生在马朝的这个婴孩啊 是谁啊 他其实就是全能的神啊 他是灵里面就是那个全能的神 还有呢 加一句说 他就是那个永在的父 哇 这个婴孩生出来 其实他在灵里面就是那个永在的父神 主耶稣没有降生在世界之前 他早就已经存在 在永恒的过去之前 他就存在 就算他钉死十家之后 他复活升天 他继续存在 所以啊 这就告诉我们一点 耶稣没有所谓的真正的生日 耶稣没有所谓的真正的生日 没有降生在世上之前 早就有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不叫门徒替他庆祝生日 因为只有那个会朽坏的人 才会享受庆祝祝的生日 只有那些偶像 那些人才会替他们那些假神来庆祝生日 真神是没有生日的 不需要替他庆祝生日 所以我们都知道属灵上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不要自作聪明 不要以人的意思来替神做好事 或者是替耶稣来庆祝什么 神没有讲的 主耶稣没有交代我们不要做 我们来看一个经节 我们看立位记十章的一节 立位记第十章的第一节 第一节 这里记载啊 旧约时候亚伦 这是那个大祭司亚伦 他有两个孩子 一个叫拿塔 一个叫亚比乎 他们拿着自己的香炉 来献 加上火 加上香 来献给神 献祭本来是好事 但是结果是怎么样 第二节说 有火从神面前出来 把他们都烧灭掉了 他们都死在神面前 不献祭还好 献完之后被神击打 被神烧灭 为什么 因为他们献的是烦火 什么叫烦火 神没有吩咐的 这个很重要 对我们信神的人来说 主耶稣没有吩咐的 使徒没有吩咐的 我们都不要去做 不要执着聪明 这是一个好事 替耶稣做圣语 或者是传什么福音给人 我们就是安全一点 神没有吩咐的 我们不要做 我们再来看 启示录22章 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2章 启示录22章十八节 启示录22章十八节 第十九节 这两句话 是差不多圣经的总结了 圣经的最后这几句话 神的话语 不可以增添 不可以减少 不单只是启示录 还有包括神整本圣经的话 神没有叫我们去做的 如果我们加了进去 哇 那个麻烦 那个咒诅 那个灾祸 都加在我们身上 为什么这个世界 在那么多灾祸 这是人不听神的话 为什么现在在基督教界里面 那么多违背神的事情 神不喜悦的事情 因为离开了神的道 神没有讲的 圣经没有做 要我们做的 我们都加进去 加这个结 加那个结 加了很多 圣经没有讲 然后圣经有讲的 很多人就把它删掉了 这种人拿到他的名分 这种生命术 还有圣承就拿掉了 大家注意 这是圣经讲的话 不是传道讲的话 有人说 不要去排斥别人 大家都得救 大家都一样 你怎么可以说 你是唯一得救的呢 如果基督讲的对的话 圣经就不能这样写 圣经从来没有排斥人 圣经说 如果你要得救 你要改变自己 归真归回 悔改 这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只要你改变 只要你悔改 归真 归真你 归真神 圣经就把你见了 那如果你不归真 你不归真理 你要继续做你自己做的事 那你就要面对这个后果 这个跟排斥不排斥 完全两回事 没有关系 不是我们个人排斥 而真理本身 都是分辨 分出来的 所以不可以增添 不可以减少 这个就是圣经的结论 最后 新约圣经 最后几节的结论 这被我们非常大的提醒 所以有人就说了 哎呀 你怎么知道 圣经教会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 那么多人 别人都不能得救吗 我们不直接评论 我们不直接评论 每一个人 或是每一个教会 但是我们用圣经的真理来分辨 完完全全按照圣经 这个就能够得救 如果你加了东西进去 或者说你捡了东西进去 你就不能得救 那圣经在这里 你自己比较 圣经会所传的道理 都在这里 你可以也用圣经来比较 你自己分辨 这个就是很清楚 所以说回来 圣诞节的问题 如果用启示录的22章的18节 来做个并评论 全世界99等99999的教派 都清楚圣诞 这个跟这一节 就已经被这一节讲中了 下东西 那怎么能够得救 我不知道 我们不评论 这个叫给神以后 真的因为全世界 整个教会 庆祝圣诞 接受了天主教的 这种遗传的 就是99等99等 派生以上 加了很多东西 还有加这个复活节 很多很多节都加进去 但是圣经有讲的 很多东西也拿掉 但是真教会 感谢神 从1917年 圣灵降临 早期的工人被启示 建立真教会的时候 除了这个五大教义 很清楚的启示之外 教会的早期工人 被启示很清楚 真教会 不清楚圣诞 那时候哪有教会 不清楚圣诞 大部分教会都 庆祝圣诞 还有最大的一天 所以真教会 被排挤 被攻击 被围 被启示之外 受了不少苦 但是真教会的工人 早期的工人 还是秉着这个精神 要把这个真理 完完全全地去传 不敢加 不敢捡 不管你怎么看我们 不管你怎么讲我们 这个就是神纪念这种心态 纪念这种心志 那受回来了 那耶稣没有叫我们 为他庆祝生日 但是有叫我们 帮他纪念他的死 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四节 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二十四节 二十五 二十六节 好 这里告诉我们 主耶稣要我们 纪念他的死 不用纪念他的生 没有叫我们 纪念他的生日 纪念他的死就够了 还有直到他来 都常常纪念 每一次有领圣餐 这是纪念主的死 一年可能一次 两次三次都没有关系 常常领圣餐 常常纪念主的死 这个是真理 真理就是对就对 错就错 没有说 魔灵两可 两个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是真理 所以最后 我们真教会 不要效法世界的风俗 我们来看 主耶稣讲的一句话 很重要 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 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 第三节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 主耶稣说这个时候就说了 你们为什么因为人的遗传来犯神的诫命呢 当时的法利塞人 他们闻世很多的遗传 包括吃饭之前 要做一种仪式性的洗手 宗教系的洗手 这个节奏 不食一饭 不可以吃 但是整天过着洗手 但是就没有孝敬父母 没有遵循神的诫命 他们顾着守这些遗传 反而没有守神的诫命 主耶稣就不喜悦了 第八节 第九节 这里主耶稣说啊 如果一个人把人的遗传 人的道理当作 人的丰富当作道理 教训人的话 拜我也是枉然 所以我们要分辨 感谢神啊 真教会真的是得救的 这个真教会 就跟使徒时代的一模一样 使徒时代只有一个教会 因为主的身体只有一个 末世的时候 神兴起的真教会也只有一个 完完全全按照圣经 那我们真教会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靠到我们这一代 已经第四代 第五代了 我们要继续地保持 这个纯正的真理 早期的工人所奠立的这些教训 规范 我们要遵循 所以属灵的真教会 不要把世俗 带到教会里面 感谢主了 我们不会清主圣诞 这个事很明显 每年都讲了 传道说 有个信徒说 为什么要再讲 当然要讲 每年讲一次 因为有一些新兽喜的 没听过 但是你说你听过 但是叫你讲出去 给别人听 你也不会讲 像我们每年听一次 有做笔记的 我们知道怎么讲 我们不会清主圣诞 这个很坚定的 所以家里也不可以放圣诞树 别人放我们不放 我们也不发给人家圣诞卡 因为我们自己不清楚 我们家里也不布置什么灯色 免得被人家误会我们守圣诞 因为我们要跟别人分别出来 文化怎么样 我们不管 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话去做 所以也没有问题 大部分的信徒 都不会去守圣诞 大部分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可能今天听了这个道理 我们都清楚 但是我们要小心 不要把其他的世俗 带到教会里 圣经没有记载的 不要把它带到教会来 今天很多人喜欢 世界什么节 也把它拉到教会来 说办活动什么节 什么节 什么节 都好 跟圣经没有关系的 就不要带到教会里面 你自己清楚什么 你自己的事 但是不要把它拉到教会里面去 不要把它当个教训 不要说情人节 要讲情人节的道理 这个就是俗话 母亲节又说 要办什么母亲节活动 这个就是俗话 在教会里面 就是只有讲真道 还有灵恩会 还有灵圣餐 其他的杂七杂八的 这些活动 这些节日 不要带到教会里面 这个是很重要 还有其他世俗的思想 世俗的看法 魔鬼有时候很厉害 很细微 他这个圣诞节 我们看历史 也不是一天就改了 用了几百年 慢慢慢慢慢慢改 其实整体来说 当时的教会 就是被外面的整个文化 所影响 被哲学的文化 被异教的文化 有影响 那我们今天 正教会的信徒 活在末世这个时候 你又没有被世俗的思想 慢慢统化 不单只是讲圣诞 圣诞解释 太明显 有一些是没有那么明显的 如果你的圣经 你没有看懂 没有看透 慢慢慢慢你的思想 就跟世界的一样 你还以为是自己对 你还以为自己是先进 或是替神发热心 结果呢 主耶稣说 你这些人拜我 到最后都是枉然 就是没有用 所以透过今天 我们这个分享 不庆祝圣诞的基督徒 没有错 是一个异类 是一个会被人排挤 会被被人看得很奇怪 这是没有关系 真正的基督徒 按照圣经手道理的基督徒 被人排挤了很久 但是只要我们按照圣经去做 神喜悦我们都可以 但是我们自己不要被俗话 我们要按照圣经 过着生活的每一天 愿主耶稣帮助我们 我们来唱诗355首 五湿公路 重要解册 5